要睡覺才會保存進度 我好猛喔 不過我昨天回來的時候還撿了一些路上的東西喔 黃水仙 可以大蟲 我們這邊 密石加一 OK我要看一下合成表 他說可以合成一些食物類型 是不是 運送農場 果物產物 烹飪 成就 OK好 OK我們出去吧 欸有信欸 你好 剛去釣魚回來有時候你也該到海邊玩玩 有個東西要給你威力 喔 有個東西要給我欸他要送我幾隻魚是不是 欸這邊在亮這什麼 這亮得很激動 前往鼻區 一個叫威力的人邀請我前往南方的沙灘 他說有東西要給我 在五點以前要前往 OK 這應該已經澆過水了吧 還沒澆一下 澆完水之後我們前往 比一七 去找威力 bitch 海灘 威力應該是在那邊 釣魚出海 負責海邊的人吧 應該 其實我在想啊 呃 如果我把這邊弄通了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 直接過去啊 雜草重生 我要開批一條新路 衝啊 OMG OMG 這裡 好難走 OMG 要靠走是不是 好像要靠走 我看到那個湖了 可惡 可惡 很厲害 我們敲 敲破石頭 應該就可以過去了 啊 敲破 沒關係我們敲小的 哼 欸 過來了 我們真是有毅力耶 我們過來了 好猛喔 用錯 OK OK 等一下喔 我把一些東西先收起來好了 先把水瓶跟 鋤頭給收起來 大蔥 我們先收起來好了 山葵 黃水先也把他收起來 OK 就身上不用帶太多東西 只要活著下去就可以了 OK 我們先去找威力吧 欸 嗨 文 文森特 啊陌生人啊 我叫文森特 媽媽跟我說 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但你看起來是個好人 你已經跟我說話了 你媽也真是的 OK 我們往右走 欸 下面有路耶 欸 下去是到哪 我們先往下走好了 喔 原來下面就是 Beach 海灘 海邊 這是他的屋子嗎 海屋 欸 孩子 聽說鎮上班再來一個新來的 很高興終於有機會見面了 威力 他看起來毛毛躁躁的 欸 蛤 我還在放鬆自己 之前整個出了海一個月 好嘞啊 這次市場大風車啦 我賣了很多魚 終於存錢購買一隻新的魚乾 所以他要賣我是不是 五百塊嗎 喔 這台魚乾就送給你好了 最重要是讓釣魚傳統流傳下去 也許培養起你的興趣之後 你會關顧我商店說不定 他人也太好了吧 直接拿到一隻魚乾耶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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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一個竹釣竿 你釣的是這隻竹釣竿還是金釣竿 這山谷的水不是會有著各式各樣的魚 OK 開釣 我的店子恢復營業了 有需要的話隨時來找我 你不到什麼也可以賣給我 能吃就能買 我老爸經常這麼說 我還記得 以前釣魚的時候啊 就是在釣魚的地方會有一個箱子 然後就可以釣到魚之後把那個魚搬著 然後拿去那個箱子丟進去就可以賣錢 我還釣到看好了 這裡可以釣魚嗎 我還不會釣魚 應該是要等他吃下去的時候吧 哇太慢了 再一次 喔 它要是等他出現金釣竿 喔 它出現金釣竿 噢 喔 喔 我知道了 要讓那個綠色那條一直跟著魚是不是 喔 喔 沙丁魚 一吋 好可愛喔 釣到一隻沙丁魚 加18體力 加7血量 我快釣魚了 再一次 他讓那個綠色的那一條一直跟著魚 我剛剛 是吧 海草 雞雞 海草一個 釣魚人生 我們要跟著牠 跟著牠就可以抓到牠了 魚標吧 這魚好會喔 這魚超會的 你要去哪裡 我快不行了 我快活不住了 快點 給點機會 這釣魚小魚很難耶 沙丁魚一吋 天啊 這沙丁 這真的不簡單耶 OK OK 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釣魚的話應該是可以賣牠 要吃這個沙丁魚嗎 沒有啦 我要跟牠說個話 牠要賣什麼 竹竿 跟 鱗魚湯 加100體力跟加40體力 血量 然後還有加釣魚的技能 牠賣250塊 OK 所以我可以賣牠沙丁魚40塊跟50塊 唉唷 我終於有點 開始經營自己農場的感覺了 到第二天終於有了 OK 應該是整個 整個壁區都可以釣魚吧 整個海灘應該都可以釣魚啦 試試看 嗯 試試看 欸 橫的魚 還可以釣掉 嗎 中間 一邊 中間 中間 你為什麼要釣魚 牌魚 一邊 幾道 蜆的 海外 guerra 來吸引大家的討論 艾莉歐特 他怎麼看起來那麼像 那種 時尚界的 引領蜂巢的 朝南的那種照片 艾莉歐特 我住在海灘的 海灘邊的小屋裡 很高興認識你 三百塊木頭 應該就能修好了 喔 這是他家 你家住這邊 祝你好運 我們應該是可以釣一些魚啦 然後賣掉 我們今天就可以有些收入了 還不錯吧 好啦 那我剛剛又再多釣了幾隻魚 排魚兩隻 蹄魚一隻 沙丁魚一隻 然後沙丁魚兩隻 我們一開始有釣到兩隻 然後我想說 我們就先賣掉好了 先賺一點錢 我們好像到現在 從頭到尾都是五百塊 到現在沒停過 OK 我們來 賣個魚吧 賣你賣你 這都賣你 都賣你 都賣你 啊 我終於賺錢了 好感動 我們到第二天 終於賺了一百九十四塊 不如小婆 這裡是哪裡啊 這感覺每天都在探險啊 啊 排魚十寸 我在想說 這一個籃子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放魚啊 不然這個籃子 要吃排魚嗎 不是不是 這個籃子 啊 玩到 OK 我把一個 排魚給 生吃了 我以為那個籃子 有作用 我生吃了一隻 魚 這樣真的難以救補嗎 他怎麼在這邊看海 這是 遊民是不是 看一下村長在不在 村長不在 OK 那我們先回家吧 今天感覺好像還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我們再把家裡附近整理整理好了 欸 發現了一顆 驚動玉石 當地的鐵匠可以幫我敲開一下 天知道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欸 感覺不錯的東西耶 我們是不是敲到好東西了 我們要變百萬復工了嗎 恭喜你 敲到了一張彩票 這張彩票可以換五百萬元 這樣子 我們可以把今天的能量稍微就是消耗消耗 我們等一下去一趟鐵匠那邊好了 看看我們剛剛挖到那個 呃 那算是寶石嗎 玉石 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其實這 這概念就跟什麼很像 你們知道嗎 就跟以前的那個 就是 產 產地 產一產然後會釣出一袋錢 欸你看 這是什麼 動物 有時候產一產就會產出一袋錢喔 天啊 我家附近真的是 亂到一個無極致耶 我沒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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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喔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松果 把它種在你的農場上可以得到一棵松樹 廢物 廢物在利用的意思 OK 我們先把這些東西收起來 海草 石頭 這個我要帶著 金洞 我們帶著金洞去看一下 鐵匠 我們去找一下鐵匠 鐵匠不知道睡了沒有 已經晚上七點了 鐵匠 鐵匠 爺 我好像還沒有走上來過喔 上面這是誰的家 走上了 媽媽 好像沒有經營到那麼晚 誰的家 鐵匠家裡在哪? 為什麼每天都在探險啊 太累了吧 你別跑啊 給點機會 羅賓 聽上去很累的樣子 老賓你要去哪裡 這是羅賓你家嗎 馬魯 你見過我媽了嗎 我媽是這裡的木匠 我是 德米特里二斯 是這裡的科學家以及神父 謝謝你的自我介紹 這裡有科學家是怎麼一回事 要研究什麼神奇的東西嗎 OK 這裡有地下室耶 我衝進他家的地下室 OK 進不去可憐 時間太晚了啦 這邊都休息了 好吧 那我們今天還是先回家好了 明天有機會再來鎮上 敲敲開這顆石頭好了 這顆石頭感覺很酷耶 不知道裡面住著誰 好啦 那我們第二天就準備睡覺吧 因為好像也沒什麼太特別的事情要做 已經晚上九點了 乖寶寶就在這時候睡覺的啊 那麼快 我會喜歡在這裡面 一定又在旁邊 這是一個很多團湧的 吃雷 你可以去瞬發寶寶寶寶的水